全球会的决赛中取得全球会的男双冠军 漂亮 他们是碰到了马龙和波尔 就是德国和中国这个组合 结果他们取得了胜利 他们还是以8比10落后 就是凭着一种毅力 接着战胜日本队这队进入决赛 高了 表示变被动为主动的这一板球很有力量 之所以本次市井赛让这两名小将搭配 也是考虑到他们曾经取得过全会冠军 漂亮 拧拉技术已经成为主流 我们容易比正手要容易是吧 就发力比较容易 发力比较容易 好的 对手呢应该说是落点抓得非常死 现在出手呢也比较坚决 先直线 丁宁在脚伤的情况下顽强拼搏 最终呢也是取得了冠军 现在是第三个冠军产生 漂亮 就稳住 两球直线也锁得很死 现在 拧拉他去反拉这半球 呆软 现在虽然底分落后 他还能大胆的去调打对手 现在这样侧身用反手直接紧拉的球 现在占了最少一下比赛 哦 这个任东是排在第四 张继科排在第三 许馨是排在第二 漂亮 张继科激发球 成了全国乒乓球爱好者的 一个盛会的地点 大家在武艺 后半局上看呢 还是许馨和张继科的战术意识 现在凡正东是右手 周宇是左手 许馨是左手 张继科第一局上就形成这么胶着的比分 现在场 接发球是许馨两个都是左手 张继科拉直线 所以说两名小将呢 在最后还能最后这板球直线 出手特别坚决 嗯 影的直线 这样呢 在第一局的比赛里两个小将就以14比12 明天将进行男子单打和女子双打的冠军争夺战 好球 许馨激发球许馨 进行男子双打的冠冠军争夺战 这些艺术性 像这种球拉了一个有点侧下的这种 在众演台侧下的这种像肖球一样 把球兜过去 给许馨创造了一个机会 扎尼科准备抢攻 对拉 漂亮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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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侧下来 是吧 是 实际上他就是实际 我们就想他实际上看着像拉十几发球 张尼科揭发球 许馨上手 对拉 今天对许馨和张尼科呢 压力比较大 因为第一局啊 他们是10比12 周宇揭发球 凡正宫揭发球 排短 拧拉 马龙啊 包括许馨啊 对他们的要求非常高 漂亮 森田正宠和大导幼灾 排名非常靠后 但10比8领先 最后让张尼科和许馨给翻了盘了 他们专门去训练的话呢 好的 小意外球之后呢 就迅速把比分拉开 也显得两名年轻队员的时间点上 相对来讲还是 漂亮 除了张尼科下手狠以外 这个凡尘东我看算一号 非常有霸 两个人配合上 应该是互相的有一个互补性 不仅在球场上 在生活中 比赛中 就以11比7 又返回了一局 好 观众朋友 稍后我们给大家介绍第三局的比赛 周宇揭发球 好的 可能在下边中场的时候 可能也有个焦虑 让周宇往后撤 形成两面拉这种 其实像在刚 这样的话可能效果就会好一些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中国乒乓球队 教练马俊峰 给大家带来的评论 这次呢我们也是 反拉 在控制方面呢 许昕和张景成在回摆或挫长后 会给对手留一个机会 就这个位置 这个 好球 也是小将樊凡尘东 有机会的时候 他侧身会 这把球发力 发得特别足 我们看 看 我们跟他聊的时候 他也在说 现在正在动脑子研究下一步 在抓短球的控制现在 你看出手都非常狠 这一組员要挺身而出 特别是双打 如果我们两个人就像篮球一样 你传给我 双方哪一名队员能跳出来现在 日本的这一对 日本的这个森田正虫和大导 又栽 当时在 周一发球 许昕揭发球 失误率低 对这两分球处理的 他在关键球的处理上 许昕和张继科 停截着 沉着和经验 以11比9 又取得了第三局比赛的胜利 这样他们就 站了个先局 以2比1暂时领先 稍后我们来看第四局比赛 许昕张继科 看到了他在受伤的情况下 顽强的坚持 最终取得了胜利 这一会儿 他伤对自己的影响 他在不停的想应该怎么做 而且非常的认真 特别是对状态好的队员来说 可能他这个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反拉 漂亮 包括在 在相持当中的这种 等于说是对拉的这种功底 相对还是深厚一些 强打 看到比分 比较胶着的时候出手 相对来讲 在这种短球的处理 非常豁得出去 与比分和自己的心态这种 特别的这种 怎么说关系 所以说从零开始 不管是领先还是落后 总把它当成零 对 我觉得 我就去拨嘛 会有太多的缝隙 这个出来炸道 全运会拿冠军 当时全运会拿冠军的时候 他们赢的谁呢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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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凶 喝 再来 这球打得太漂亮了 忍住 哦 凶 哦 哦 凶 喝 再来 这球打得太漂亮了 哦 凶 忍住 三的时候翻出一个半高球 刚才7比5的地板 但就是在比赛场上这些金面 对比分的 双打金牌 漂亮 可能也是不是怕别人从外头看到了以后 它是两个手势的变化 可能一个是一个手势的时候转或者不转 两个手势变化的可能是代表有一些 漂亮 超级球 终于发球 张里克拉 漂亮 张里克发球 凡正东接发球 许先生 拉 凡正东 还是最后能够比较霸道的这把点抽 两队现在还是难点难分 现在双方打成2比2 我们稍后看一下第5局 发球的是张继克 先发球的是周宇 先发球的是周宇 and the question is well we'll get to that in a sec here touch play near the net 周宇发球 回摆 高调拉起来 哦 许鲜还是这个球拔得非常转这个球 其实周宇今天的表现不错 许鲜激发球 许鲜发球 高调护肩 高调护肩 哦 这球削得漂亮 机会 好球 采用一个削球的技术 把这个球削过去 手感还是 非常好啊 好球 张继克接发球 他是向你的身体的能力和精神的能力的极限 注意接发球 漂亮 但他这方面的显得还是比较不错 是的 哦 如果打到的话 这个威胁非常大 因为他是赢前的 周宇发球 哦漂亮 在难度非常大的时候把这个 许鲜 刚才采用一个非正规的侧身动作 把这个球挤过来 凡正东接发球 张继克拉起来 一颗许鲜呢 虽然有些球看上去 他们 漂亮 看得还是不错 18岁的凡正东 23岁的 对 对 对 背一下 拧拉 他都能反拉回来 漂亮 这就是关键球的处理 这几个关键时刻 许鲜和张继克取得胜利 这样呢 以11比7取得了第五局的胜利 现在就以3比2 暂时领先 向冠军 又进了一步 好 稍后我们开始第六局 再来 再来 1 2 2 3 2 3 3 3 5 5 但看看在這個獎項中的反應 不要讓他肿脹 然後現在接閥球是許馨 川尼科這個技術動作 你看出在什麼問題上 這個球 從球位上講 可能稍微不太舒服 没有 王者的这个霸气在这一场上 拉得漂亮 我们看到两个人的这种跑位啊 这种机球质量啊 就补板意识 今天这场双打 却是全运会的男子双打冠军 又来了 达到了最佳状态 颠峰啊 大边 所以从双打的那时候也在预测 这场球大概到什么比例 对吧 可能从 包括 对吧 张静哥周宇 樊晨东呢 如果获得战绩球把握得非常好 对吧 再一个呢 就是可能在于对手的一些错犯错误 现在张静哥发球 周宇揭发球 樊晨东揭发球 出了很多的值得回味的地 漂亮 樊晨东确实有这个能力 在很多比赛中都体现出这一点 就在防守 许新揭发球 反应速度快 周宇揭发球 许新现在已经拿到了一块金牌 就是和韩国的女选手梁尚银的混合双打的第一块金牌已经拿到了 男子单打和女子双打金牌的争夺战 哦 这个速度太快了 没有坚持下去 这时候比分 逐步追上来之后呢 许新和张静哥们 现在这个 周宇发球 现在张静哥发球 樊晨东拧拉 哦 许新反拉成功 这个致命的一板呀 可以看到张静哥和许新两个人都非常兴奋 这是周宇在野 樓了樓 樊晨东的肩膀 第53届比赛中 最终是战胜队友 4比2 这样呢 2015年 第53届世界平方球锦标赛的第三块金牌就产生了 之后我们还会有颁奖仪式要进行 好 二位 樊晨东和周宇 首先我们请亚晨台台的自己的思考感验 由此 从这个周宇开始吧 这场比赛其实最终打得还是很紧好 最后观众没有完全能咬住 但是整个比赛过程中 应该说你们开机打得相当不错 到底跟老大和乡里啊 不足之处在什么地方呢 所以这场比赛就是有个赛 好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南双冠军的 张继柯和徐欣 各位女士们 请多多一个大双军 给张继柯和徐欣 这场比赛是非常熟悉的队员 成都 我们厦门 包括我们中山 我们训练局 一起来给我们的大理职 尤其是直接服务我们的工作人员 他们辛苦 所以在这里 我也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似乎都听到这些地方 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他们的掌声了 因为看到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 中国乒乓球队 这些非常熟悉的队员 能够在比赛过程当中 打出了这么精彩的比赛 而且站在了最高领奖台 而且举起了冠军奖杯 这应该是对他们 心情付出的最好的回报 南双比赛的伊朗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再次恭喜中国乒乓球队 这是本届时评赛产生的三个项目的冠军 目前都 您怎么看 男单我们已经拿到了 尤其是女双 有点担心的就是丁宁和李小霞 尤其是丁宁 明天是最早开场的 十点钟就开场 十点钟就开场 他们对阵的是 俄兰以及波兰的组合 李杰 李倩 以前都是中国运动员 也有一个产生的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